今年的金曲奖最佳乐团战况非常激烈 今天影响世界要介绍两组独立乐团 一个是因为太阳花水运爆红的灭火器 他们结合社会时事的作品 台语歌词触动人心 生耕了十多年终于登上金曲奖的舞台 另外一组是新兴乐团迷先生 成军才一年发第一张专辑就进入了金曲奖的殿堂 最佳乐团之战 最后究竟谁能成功得奖 非常值得期待 他们市面火器乐团 太阳花学院期间创作的岛屿天光 鼓舞了很多人 他们的最新专辑《再会青春》 自为今年金曲奖最佳乐团 以及最佳台语专辑奖 虽然专辑名称叫《再会青春》 但是它并不是实际上跟《再会青春》道别 只是说你要慢慢把那些 在你身体里面很好的特质再找回来 所以青春里面有很多很美好的事情 其实是永远不会消失的 这些输得再接口退 来自南台湾的灭火器乐团成立于2000年 因为吉他手的一句话 开始组团玩音乐 演出前看到放在教室旁的灭火器 因此决定用这个团名 一个乐团最初的几年一定是 大家的意志跟共识在凝聚的时间 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是在没什么压力 而且是很放松很纯粹享受的情况下 所以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 比较特别好的基础 灭火器闯荡十多年终于登上金曲奖的舞台 同样入围金曲奖最佳乐团的 还有这个年轻团体 主唱的独特嗓音搭配简单的吉他伴奏 他们是弥先生 成军一年才出第一张专辑 就登上金曲奖的舞台 跟闪铃苏打绿这些一线大咖同台奖劲 他刚好放在专辑的第一首歌 那一开始就告诉大家 弥先生想要做的是什么 他其实是在讲我们的 一个算是我们在叙述 我们的企图心的一首歌吧 弥先生成立于2012年年底 原本是主唱跟吉他手的双人组合 但发现演出限制太多 于是决定找其他同学一起玩音乐 弥先生就是mixer的意思 反映他们多元的创作风格 新歌马戏团运动写出了他们组团的过程 在平常他们对你来说就是陌生人 可是你们突然就变成或许是一个伙伴 一起前进的伙伴 一起为一件事情努力跟坚持的那些伙伴 我觉得这是很令人感动 所以其实这首歌是在讲这样的东西 整张端极没有固定的风格 有流行的摇滚节奏 也有如诗般的迷幻曲调 虽然还没有太多的舞台 但已经凸显出风配的创作力 弥先生的音乐之幕才正要开始